我这几天住的会议室的环境 没听错这名学生住在会议室已经第三天了 想睡觉只能在狭窄走到上铺水袋 地板上面铺一个睡袋而已 然后枕头还必须要用我自己的行李箱 我这边我睡在这里 然后隔壁那边也睡一个人 为何会睡袋会议室原来他是台大的学生 4月30号因为喉咙痛快筛阳系 校方带他到台大医院PCR后确诊 隔天学校安排防疫计程车让他返校 却把他安置在宿舍会议室 还跟另一名确诊者关在同一处 厕所之后洗手台和马桶根本没有领域设备 更让他害怕的是会议室角落堆着大量睡袋 还写着已使用 怀疑是二手睡袋 而他已经确诊第三天 至今都没收到防疫包 只有一通来自家乡台南市卫生局的关心电话 卫生局说校方的短暂安置是合理措施 其实光是5月2号单一天台大就有36名师生确诊 校方也回应目前居隔都依照政府规范进行 也认为正名学生是本地生建议回家隔离 主要还是会以安置境外生以及离岛生为主 TVBS新闻徐克成 宋妍娇娟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